郑文燦 左边是郑文燦支持者组成的桃园队 右边是陈学胜助选团 蓝绿阵营在选委会门前各聚一方 中间空出一条楚河汉界就等母鸡出现 桃园市长蓝绿参选人选在同一天登记 陈学胜特别抢先十分钟到场 尽管党主席吴敦义因为行程赶不上 不过副主席曾永泉还是带着中常委陪同 因为市长是第一次选 所以还是会紧张 所以我们不放弃最后一块拼图 穷尽所有洪帮之力 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对不对 就算众人包围壮胆 陈学胜坦言还是会紧张 而他前脚刚走 郑文灿后脚也跟着踏进来 双方就这样擦肩而过 其实每次选举都不太一样 那我都是抱着这个全力以赴的心情 竞选的总部的成立可能会到最后一个月 那我想这段时间还是正常的运作 郑文灿致辞同时 陈学生助选团还在一旁不断叫嚣 挑衅意味浓厚 不过郑文灿不以为意 开心收下新住民妈妈的绿豆糕祝贺 郑文灿看来一拍轻松 毕竟对手陈学生 就算已经白纸黑字登记完成 还是得烦恼退档自立的杨丽环 宣布参选到底 反观郑文灿夹带执政优势 要靠稳扎稳打 力拼连任 欢迎新闻层面张远春桃园报道 这张明信 请不吝点赞订阅